位在台九线上的路野地区 因为热气球嘉年华所带来的观光人潮 每到活动的进行前或是结束之后 在道路上都会看见拥塞的车潮 一辆行经台九线的娃娃车 与穿越车阵的回转小客车 发生了相撞的意外 索性车上没有学童 现场造势双方也没有人受伤 只是虚惊一场 画面中位在台九线349公里处 一辆准备穿越车龙的红色自小客车 乍车阵间突然回转 就这样与对象开过来的娃娃车相撞 让我们再看一次 从斜坡下来的小客车 穿越了大排长龙的车阵 快速的来个回转 而对面行驶而来的娃娃车 面对忽然从车阵中冲出的车辆 闪避不及 就这样撞了上去 整个标志杆都被撞歪了 标志牌也被撞飞到一旁的水沟 娃娃车的车头也损毁了 测量零件散落一地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所幸娃娃车上没有学童 在这起车祸事件中也没有人员受伤 在热气球活动期间 人潮与车潮众多 不只是行经大型活动的路段时要当心 民众们平常就要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才不会酿成车祸 至于这起车祸的造势原因以及责任归属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既然既然,路由相报道